今天上午在高雄大辽区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当时有汽车行进路口撞上机车 导致机车当场喷飞冲入到田中 女妻是也因此摔落排水沟 被救起来时候已经明显死亡 家属得知休息之后难以接受 明明妈妈早上只是去市场买菜 想不到再也回不了家 高雄大辽区田间旁的道路 机车从画面右边方向骑过来 经过路口瞬间同样执行的银色轿车 来不及刷停直接撞了上去 机车喷飞田中央 女骑士摔落排水沟 不幸身亡 机车喷飞先撞上路旁告示杆连根拔起 地上还有好几袋刚买回来的菜 60岁女骑士一早出门去市场 返家途中发生憾事 去哪里啊 去哪家 接到2号就对 所以我从巷子出来大概56 因为它就冲很快 它就好像插到我的车子 然后就 肇事女车主上班途中刚经过路口时 才发现女骑士冲出来 当下来不及反应 60岁的正姓女摩托车骑士 当场无声面积下 阳性驾驶经酒车 酒车值为零 详细造势原因有待建立 而这个路口虽然路幅不宽 四周都是稻田 但却是个交通要道 往来车辆相当多 当地居民诟病 连个号制灯都没有 被撞的警示牌写下了 旧市危险路口 注意左右来车 居民盼望多年的路口号制 迟迟没有下文 让车祸事故一再发生 接着环福国旭辉杨周明 高雄报道